我們今天的訊息就是 神為我們預備高超和喜樂的道路 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是超乎世人的能力的範圍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入 有些人說不行的 我不夠財官 我沒有知識 我恩賜又不夠強 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說 神使那些軟弱的叫強壯的羞愧 神簡選那些愚絕的叫那些智慧羞愧 叫那些軟弱的叫江強的羞愧 那就是神有能力使用任何人 只要我們有神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就會彰顯出神的榮耀 就可以得勝有餘的 每一個都可以的 其實有些人的見證是有一個很卑微的人 他可能各方面的財幹都不太強 但是他有耶穌改變生命 他就能夠給神使用了 神為我們每一個都預備一個很高招 和喜樂的道路的 經文取自以賽書五十五章八節 我們一起讀 耶穌說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語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有第十二節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蒙引渡 大山小山也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 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從樹掌出代替京激 翻石楼掌出代替窒泥 這要為耶和華浪明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 這個經文實在是一個很豐富的經文 一個很充實的經文 我們首先看經文的內容 然後應用在全福音 福音做這個 福音聖查經也可以 做建立人的靈命也可以 所以有兩個部分 一方面對我們有幫助 對我們的靈命有幫助 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人的 和神的關係 建立他們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 愛耶穌 亦都可以用來傳福音的 這裏就比較 神的意念和我們的意念 在這裏講到 神的意念不同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不同我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神的意念和道路是超越 非常之超越的 天離地有多高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去月球遠不遠 去月球很遠 但是呢 這個地球周圍有月球 但是其實呢 月球和太陽很遠距離 雖然我們現在看上天好像差不多 月亮太陽好像很近 但是其實呢 由月亮去到太陽是很遠的 但是太陽到其他的行星 也是很遠很遠的 就是說呢 其實如果你說去天 一路去 根本無窮無盡 就是說呢 神的意念和道路是無窮無盡 那我就想大家去思考 神的意念和道路 怎樣會超越我們的意念和道路 是無窮無盡 可以大家回應一下 大家思考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思考的問題 就是從聖經傳本聖經 我們看到神的意念和道路 和人的意念和道路有些什麼分別 為何會高到超越勢那麼高呢 這樣有沒有人想試下回答 有些什麼方面 即是有哪些area 有哪些領域 神的意念是高於人的念 和神的路是高於人的道路的 有沒有人想回答 神是我們的創造主 神是我們的創造主 那創造主怎樣高 即是我們講出 為何他高於我們 好像天高於地呢 你解釋一下 你解釋一下 給個麥克風 因為我們都是受造的 有局限的 全部因此來自創造我們的主 OK 好 那我們思想一下 你解釋一下 創造者和受造者 為何是天高的地呢 為何那麼高呢 有什麼因素 大家可不可以講出來 為何那麼千元 神在創造的裏面 神在創造的裏面 祂說 祂雪有就有 是 但是我們講一句話 不是說雪有就有 是啊 沒錯 神說有就有 神又雪有光就有光 是吧 好了 還有些什麼地方 由創造 還可以看到神那樣超越我們 其實神的創造 就是他創造出來 就是已經是所有東西 那個配搭 那個 就是護身配搭 就是那個設計上面 其實是 我們想不到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科學進步 進步到今時今日呢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都還是不知道的 但是神一早就知道 他衝光了 他什麼都明白 是我們很多東西都不明白 是啊 是啊 那其實呢 是 我們想不到神的創造 譬如宇宙是多麼無際 是大到多厲害 我們去頭 細胞 一些的原子 或者什麼粒子 所有 細得這麼厲害 我們想都想不到 它真是道路真是高 我們道路 它想的東西我們永遠想不到 是啊 是啊 我用一件事呢 給大家思考 因為這個問題呢 就是很多人曾經找過的 宇宙到底有沒有邊的 反正一個物體一定有邊的 是吧 好了 宇宙有沒有邊 如果有邊 你就會問個問題 那邊外面是什麼來的呢 宇宙就是所有的空間 和時間 那它去到盡頭 是怎樣的呢 那你伸手 出不出去的呢 就是如果有邊 那如果沒有邊 那是沒有邊的 什麼東西是沒有邊的呢 那有些科學家就說 它一路擴展一路擴展 那這個只是人去嘗試 找個答案 到底有邊 因為沒有邊緣的呢 我們都找不到答案 那另外呢 其實那些生物學家 越去發掘身體的構造 它越覺得那種奇妙 是人沒有做得到的 其實人呢 很多科學家 講到進化論 因為我本身讀科學的 那有些科學家 現在有些很 就是他們真是很 很高度的專業的科學家 如果你有興趣呢 我有一個英文的 影片的群組的 那我就發出一些影片 那有些科學家 真是很 他非常之高的 他本身那個學識很高 那有一個科學家 他就講到 他說根本這些這麼多的構造 怎樣開始有第一個生命呢 根本我想像 而事實上是人做不到的 即是現在就算給你做 是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些構造出來的 那就好像很簡單 你能不能夠從舞變 做芒果出來呢 你可以做芒果 做到那種質感 做到那種味道 那些人不能做到 而呢 在那個細胞的構造裡面 現在是很特別的 就是跟我那時候讀生物學很不同 我們讀生物學的時候 只是一本書 那你只是想像是什麼 那他現在呢 有些圖畫很特別的 他講到那個 遺傳恩子怎樣複製呢 他有一些 一隻隻在那邊走 有個孔那邊 那些 那條DNA 一邊這樣穿過去 那條遺傳恩子一邊穿過去 一邊這樣 就好像機器一樣 一邊複製 一邊複製 就是它是很 那個過程是非常之奇妙 當你看的時候 你看的時候 讚嘆 為什麼會這麼奇妙呢 那這些都是 神創造的那種奇妙 他的意念和他的能力的高 好了 這個是自然界 那我就想大家講一下 在我們人的生命的領域 屬靈的領域 人和神的比較 或者我們對於前面的路程的能力 神和人的比較 大家有沒有想講一下 因為想大家去思考 發揮一下想一下 人定你條路可以定到多少呢 神定我們的路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一齊可以回應的 神在我們未出生意先 他已經是認定了我們的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在未出生意先 知道的東西 就算我們出生了 有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是啊 沒錯 即是神是 即是這件事 未出生神已經有計劃 即是代表神是掌管什麼呢 生命 還有呢 還有呢 除了生命之外 拿麥克風有多少拿麥克風 拿麥克風 拿麥克風 除了生命 還有我們的前途是怎麼樣 尤其是你說生命 即是人都希望富貴 或者是長壽 但是有時候 人的生命是沒有辦法 去用自己的控制 即是到上附上可能 就失去生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人的期望 還有實際呢 可能到時候的環境 轉變呢 是會改變我們的生命的長短 這個不可以計較 但是神知道我們 什麼時候可能生命的終結 或者我們將那條路怎麼走 是 即是說呢 神知道前面的路程 他都掌管前面的路程 我們整個路程 神都掌管了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說呢 神和人的道路 那個比較 神安排的能力 神安排的能力 和人安排的能力 神掌管我前面的前途啊 生命啊 道路生活 全部 他都掌管的 是 相對地人是怎樣呢 人是以為好的事 為自己作想 但是有時候 覺得是好的 就是前面好 就是 不一定 有時候是不好的 是選的 是錯的 是 人會有錯的決定 是啊 就是 有時候是固延前 以為好的 但是未必 是 對自己有益的 自己都不知道的 是啊 未必對自己有益處的 自己都不知道 OK 除了之外呢 人對於前路的掌管是怎樣 和神比較 人比較有限的 他只是想自己 是 和 在今生 我要賺錢 向上爬 這個其實是很短暫的 是 因為人生只不過是短短幾十年 是吧 是 但是神不同啊 他 他有意志的能力 他可以看到很長遠很長遠的東西 幾十年前 那些人都不想到 今時今日 那些電話這麼發達 一打電話 就打到哪裡都 對方都收得到 但是以前沒有的 但是神一早就知道 是啊 是啊 神有預知的能力 還有呢 祂有掌管的能力 就是人 譬如你說 我很想健康快樂 我很想成功 人是掌管不了 任何事發生 我們身上 可以什麼都無散 但是神是掌管一齊 變成神 祂是有 就是能夠為我們 預備一個美好的道路 也都能夠 所有的人 一起預備一個美好的道路 當我們聽祂的話的時候 祂能夠提升我們生命 所以神的道路實在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跟人說話 我們走完神的路 意思是 進入了神的完美計劃 祂一定是最好的 祂預備 我們有能力 有時間 有恩賜 有供應 能夠做到神 所以我們做的事 神也都給我們機會 只要我們聽神話 所以我自己是有很大的動力 聽了神的話 因為為什麼呢 不聽神話一定有破壞性 不要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不入神的計劃一定有破壞性 有些人會這樣想的 他說 牧師傳道 那些好熱心傳福音 你就要入神的計劃 我們那些這樣的評訊圖 就是聽一下道就可以了 那他就以為 那我就有好處 我又有世界 我又有耶穌 我又去到天堂 他以為有好處 但是其實 他一生的事 只是靠他自己掌管 他沒有一個擔保 其實聖經很多的應許 都是給那些愛他的人 聖經是 即是說 神為愛他的人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神為愛他的人預備 是極度的 是超乎人想像的 所以入到神的計劃才是最好 有些人以為 那些又要傳道 又要幫人 又要犧牲 又要犧牲 就覺得很吃虧 其實不吃虧 其實是大大的祝福 自己生命的祝福 又開心又快樂 其實每一方面都好的 神會給人高度的智慧 正經講到 所羅門有高度的智慧 我又感謝神 神給我不同的教導 如何處理生命 如何處理情緒 負面思想 任何的罪 都可以處理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教導 其實多謝主 給我這些教導 大家可以使用 沒有反權的 可以將這些教導使用 你可以 你都可以興起人事奉神 你可以訓練人事奉神 那麼神有路 提升我們的道路 越來越高了 好了 神講了這句說話 最初講到祂的意念 不同我們的意念 不同我們的道路 天如何高於地 照應祂的道路 高於我們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於我們的意念 跟著祂就 好似轉話題 但其實是否轉話題呢 祂跟著講到 語說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 祂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以死要吃的有糧 然後跟著說我口裡所出的話 亦都一定是這樣 協得徒然返回 祂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法他去成就 事上必然亨通 這裡講到神降的語說 和神口中所出的話 都必定會成就神的心意 和上面那兩句有什麼關係呢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思想一下 和上面那句有什麼關係呢 神呢 神呢 第十節和特別第十一節 就講出祂對我們的應許 因為祂所講的說話 就差不多是祂的藥來的 祂所講的說話是很順實的 祂用上一句 第十節 祂用大自然說出這些語說 都不會返回的 更加呢 祂所講的話更加不會返回 是直到永遠永遠的 這樣呢 這樣呢 也都是其他很多對比 是吧 語說那些 是 祂要成就 就是神最美好的旨意 OK 那這個和上面那兩節有什麼關係呢 祂用大自然來講出 祂所創造的大自然規律 都是非常之好的 而祂的應許他的話呢 就更加好 祂一定要完成 祂會呢 是完成祂要成就的事 在祂世上 OK 那個問題就是 那和上面那裏講 天怎麼高過地 啊 和這裏這兩句有什麼關係呀 哦 這樣 他反映了上面 第九節那句呢 就是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就是第十節 第十一節就是講的第九節 你解釋清楚 就是說 第十一節 什麼觀念和第九節有關係呢 就是我想大家講出來 形容出來 那個關係在哪裏 就是一方面就講到神 祂的道路高過了這些 然後就講到祂發出的語說 和祂的說話都會 不會徒言反回 會成就祂所做的 要祂做的事 那和前面有什麼關係 就是祂意思說 八節九節 祂說 就是祂自己啊 就是有我的意念 高過我的 就是人的意念 祂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然後祂十節十一節 就是用大自然啊 就是這些全部是祂創造的 祂有個比喻 就是祂意思說 好像 那道十一節 祂意思說 祂說的話 口之後 如是貸就 說的話 又說的話 他口中出的畫 就是他那個畫出來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成就 不會反悔 就是要成就他所喜悅的事 OK 就是他做的事都會行通 是照著他的旨意 他的意思來做的 你講得出第十節寫了一節的意思 但我問你問題就是 跟神的道路高於我們的道路有甚麼關係 那個問題就是有甚麼關係 神是用第十節語說做例子 在人的眼光以為何事落雪 但其實神是有個心意在這裏 為了完成滋潤地土地上的法馬 再去解釋為何人 神的道路高於我們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於我們的意念 他那種能力他講了出來 譬如舉個例子用意水去滋潤大地 他講的話是不會反悔的 講的話也都是一定會實行的 必然會做 講得出做得到 OK 那這個跟天高的地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的意念真的不能夠滋潤土地 我們要以我們的意念 我們用甚麼能力 用甚麼想法可以滋潤土地 我們是不行的 是 所以神的意念是高於我們的意念 和我們根本所出的話語 也都不能夠真是可以成就的 跟神的意念是不同的 神想的東西非跟我們想的東西 神想的東西必然會實意 我們想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知道 非常失敗 有時想錯了做壞事 罪都有 犯罪都有 我們自己的意念 好 非常好 他講出有一點的分別 就是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想做的做不到 但是神就做到了 他用兩個例子就是語說做到 神的話語做到 這個就是 這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神能夠做到 凡事都能 但是人是做不到的 還有沒有人想回應的 第一節說 在我法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行通 這就是神的意念 和神在這個人身上的道路 而這個人初時未必會這樣想 他可能覺得自己不行 不是我 神就說 如果這個人是他所喜悅 他會發他去成就他的事 而他的道路會亨通 就好像大自然一樣 他的語說 下降下來 是不會返回 滋潤土地 然後洗到殺種都有種 殺種可能就是那個人 他有供應 有種子去殺出去 而可能他聽那些人 使人要吃的有量 就是有神的話去餵養 我覺得是這樣 OK 好 這裏就先說 這個喜悅是誰喜悅呢 亨通是誰 神所喜悅的 OK 好 非常好 OK 好 還有人想說 這裏張建上帝的屬性 是 他是大頭的能力 是 他持我的信心 是 就在這裏經驗 我們看到這兩個屬性 OK 好 我看到這裏說 神在燃煉和逗路的 我突然說 我前三年前 我說 我自己覺得不知怎麽信 但是神就說 你有什麽的災難 不知 我這裏的動作 就是看到給你 神要做一事 很多事都顧不到 祂逗路已經安排了我 所以我是要 用那個災難 有什麽病痛 但是神就這麽好 他帶著我前面那裏 他的燃煉才這麽高 那個我得去 被我得人知道 他是 燃煉 即是沒有七度的那個神 是啊 即是這麽好 這麽 生腰多高 害腰多深 那個神大 是 還有他講過 他的燃煉 那個 就是他 以說 十字那裏說 耳樹那裏還不建議過 即是他降落在耳塞 還有就是 資源土地做發芽 即是那些清草 那些什麽 降落在那個耳水 就是清草 做得很靚 那些花就算 做得很靚 就是神奇妙的作為 神慈愛 被我們這麽好享受 那十一節那裏 他所出的 就是他講的就是這樣 就是順著是這麽 這麽見識的 講的有了有 講的成了成 切開返回的 我們就順著是 順著的是我們 做大戰 我們前面的路都是行動的 好 多謝你 好了 那這時候我就會 總括一下 其實你們很多個都是 講得對的 那這裏就講到 首先就是 神的意念和道路 他能夠 是超越了人所的能力 的人物的想像的 然後神就用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語說了 即是落雨落雪 神是不會只是 那些語說就浪費了 是會滋潤地土 叫地上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吃的有糧 即是會有果效 神的工作是有果效的 在雨和雪落到地上 是會產生的果效 那個果效能夠供應 生物和人類的需要 它們的食物的需要 看到整個世界 有一個很健康的系統 然後第十一節就講到 神的 他的超自然的能力 就是神的話語 他的話語是不會 徒然返回 會成就神所喜悅的 神所喜悅的 有些人就說 就是因為 喜歡這件事 有時候人會用一個 負面看法 即是說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喜歡就好像不好 你喜歡什麼 你喜歡睡覺又行 你喜歡懶又行 那個意思是不好的 但是神喜歡的 全部都是好的 神的意念都是好的 那就會成就 很重要就是 他會成就 人不能夠成就 但是神會成就 他有能力 智慧資源 方法 機會 令到他的話語成就 他的話語是會持續產生能力 所以我們越是有神的話語 神的技術 神的道路多好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神的技術 我們走神的路就是最好的了 這樣 他一定會成就的 成就神所喜悅的 他一定會造成他一切 他會給了資源 一方面他的能力 還有一切的資源 他跟人有什麼不同呢 他有能力 他要做的一定做到 還有會給足夠的資源 任何跟從他的人 聽他說的人呢 都會有聰明智慧 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提醒 聖靈的同在 給我們聰明智慧 喜樂平安 供應 還有機會 來成就他的計劃 在我們發派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神一定 叫我們的事情亨通 我們要明白 亨通的意思呢 就是做到神的心意 做到神的心意呢 有時必必是我們的心意 為什麼呢 例子 有時我們很想帶一個人信耶穌 不過他硬是不信 有些人真的到死都不肯信的 那我們就覺得失敗 但在神眼中不是覺得失敗 因為我們傳了就是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到審判的時候 我們的說話可以成為祝福 就是說這個人因為我們的說話得救 但也都可以成為一些人定罪的原因 因為我們所說的說話 他不相信的時候 是將來定他的罪的 因為他聽到神的話語 而他不相信的時候呢 是定他罪 一樣成就神的計劃 當然我們希望他得救 但總之我們宣講了就是榮耀神的 我們宣講了我們全羊出去 就是榮耀神的 就已經成就神所做的事 必然亨通 就是說得救的人 他一定得救 那些不得救的人 雖然不得救 其實他聽了 但是神的話語已經宣講出來 就是說神的話語有這種超自然的能力 能夠成就神所做的事 只要我們將神的話語宣講出去 深信神的話語 深信神的應許 我們就一定能夠做到神所吩咐的事 那我們的人就可以開心快樂 有信心 我靠著耶穌 我都凡事都能 我什麼都可以做到的 因為神給了一切的資源 祂所計劃的事一定會成就 祂叫我能夠亨通 做到神要做的事 就算有時候人拒絕也好 不要緊 我改變到的 我就感謝神 未改變到的 我繼續改變 如果真是祂拒絕的時候 責任在祂身上 但我已經做了我的本分 我就歡喜快樂了 那時候我們就說 我們所做的一切 跟從神傳言的亨通 是神所起業的 雖然有時不達到我們希望的效果 不過依然我們是榮耀神的 其實跟著很多人就停了11節 第12、13節就說另外一些圖畫 這個圖畫其實跟我們說的是有關係的 不過我們要找出的關係 它說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蒙引渡 大山小山在你面前 發聲歌像田野的樹木要拍掌 從樹長出代替經濟 翻石柳狀 長出代替擲禮 這要為爺華流明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 好了 我想問問大家 這兩節跟上面有甚麼關係呢 好像轉了話題 有甚麼關係呢 OK 有沒有人想說 神的旨意就成就了 使得這個世界都很美好 OK 世界很美好 你要定義一下 是否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呢 你要定義一下 是否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呢 不是 應該是你們 就是信耶和華的人 歡歡喜喜而出 其他世界都不信耶和華 都不能夠歡歡喜喜的 至於其他大自然 都為耶和華歡呼拍掌 這都是一個永遠的證據 直到現在 OK 我想問你 他所說的山又在發聲唱歌 樹木又拍掌 這些是代表甚麼呢 到底是真的說山在拍掌 樹在拍掌 這個呢 直體應該是大自然的 直體應該是大自然的 譬如蟲樹 代替一些經濟的 但是呢 如果你熟齡方面看 譬如你 施洗約翰 講大山小山 會不會是講 我們深的大山小山 都會移平呢 那我就不是很清楚 OK 一會我才回答 還有沒有人想說 這兩節和上面有甚麼關係 我想呢 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想呢 神呢 可能就 好像剛才牧師所說 你為人傳福音 無論這個人能否得救 但是呢 恩盡你願意去做回 你應該做的事 那你其實是很歡喜發樂 還有很有平安的 對嗎 就好像 第十二節剛剛說 那 恩盡你所做的 為上帝所做的 如果人能夠得救的話 其實 就像大山小山 他們都會欣賞我們 我們做出來的果效 即是 無論成不成功 但是他們都會因此 發聲歌唱 拍掌 真的很好 很開心 很氣立 因為你已經是願意 委身去做這件事 是的 那平均者呢 你是為耶和華的命去做 要用上帝得著榮耀 OK 你覺得山啊樹木啊 這些是 是一個literal 字面的說話 還是一個代表性呢 代表性 這個呢 應該是代表性來的 通常我都未見過小山 大山會唱歌 我自己 可能這些都是代表性的 OK 好 有沒有其他人想講 關於這兩節和前面的關係 OK 好 這些幾節呢 是在講的 我覺得是 上帝使 他所喜悅的人 他所使用的人 那個道路亨通 那原本 那個 即是 原本是經濟來的 但是呢 爺和華可以為他使道 從樹種出 代替驚擊 即是好像他會走得很順利 很舒服 那樣 原本是宅流 來的 就會用翻石樓去代替 那 那就 即是代表什麼呢 這個 代表爺和華有能力使 他想成就的人和視 這個道路亨通 而這要為爺和華留名 作為永遠的證據不能剪除 我覺得這個是在說 怎樣為爺和華留名作證據呢 就是爺和華有能力使人亨通 這個東西 好 多謝你 這些用植物來代表 你經濟質例那些 都可以是代表我們自己的罪 就是我這樣想法 當我們悔改認罪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都不一樣 就變成好像蟲樹 翻石楼那些一路是成長 我們這些成長都要多謝 都要為爺和華留名 看到爺和華的意念 使得我們可以成長的 這個可以代表人的利益的增長和悔改 好 好 好 多謝你 非常好 OK 好 現在我總括一下 那整個經文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 然後神的話語 發出的語說會有成就的果效 神的話語也會成就神的心意 成就神所喜悅的一切的事 然後必然亨通 然後這道聖經就用一些比喻性的說話 首先其實這個初頭那句都不是比喻的 歡歡喜喜 就是我們會有喜樂的 會有滿足的 那有些人侍奉他說 不是 我真的不是很滿足的 不是很開心的 因為那些人不信耶穌 有些人不肯改變 不肯愛主 那就有不同的因素的 就是有不同的原因 為什麼不愛主 那有一個因素 也都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本身到底是 整日活在壓力之下去傳輩 就是一種重淡 就是說喜喜樂樂 如果我們看到神掌握一切 祂什麼都在祂手中 祂會成就祂所喜悅的事 必然亨通的 那我們就說 我已經做了神吩咐的事 我就開心快活 哈利多謝耶穌 那我們就會歡歡喜 因為事實上有些人侍奉 都是會很大壓力的 很多不開心 也都因為祂不開心 所以果子不強 那些人改變都在壓力之下 所以這個提醒我們 侍奉一仇 我在做耶穌吩咐的事 就算一杯涼水神都歡喜 我能夠幫到更多人 神更加歡喜 所以開心快活 我們越開心 那些果效越好 因為越有神的生命 那我們又會開開心心事奉 那些人又開心心 一起經歷神 整個生命改變 這就是講到原來 如果我們有神的話語 帶著神的應許 我知道神答應一定做 於是我就歡歡喜去侍奉神了 那些果效 大家都會歡喜快樂 整個群體都歡喜快樂 歡喜快樂 歡喜快樂的群體 更加容易增長 在壓力之下 未必增長 譬如你一定要帶人 你也要帶人 那可能未必是增長 但當人歡喜的時候 帶人更加容易的 好了 跟著呢 後面所講的呢 是用這個自然界形容 我就覺得應該是形容 我們的道路和果效 道路和果效 就是說呢 你走一條路 好像走那些山路 哇 發聲歌唱 是歡喜快樂的道路來的 還有呢 就是歡喜唱歌 拍掌 還有呢 本來是荊棘雜賴 本來是黑暗的 污衛的罪惡 就像剛才所講的 代表罪惡 困難 不好的東西 但是呢 會長出果子出來 就是有果子了 生命有果子的 我們有果子 別人有果子 大家一起 去到神面前 領受神的賞賜 是歡喜快樂的 是不是 就是講到呢 這個代表性了 就是 我們的生命 是會結出果子 是歡歡喜的 所以告訴我們 我們的侍奉是開心的 因為為什麼 神的話語 一定不會突然返回 一定會成就 要是拯救人 如果不拯救 是定罪 保羅也有講到這件事的 可以是定罪 也可以是拯救的 當然我們不希望是定罪 但是呢 這個都是成就了神 要做的事 神不是想定他的罪 不過這些人拒絕的時候 會帶來這個後果 我們一定會產生果子 我們就歡喜快樂 我們其實愈有平安喜樂 比如想像基督徒 大家都個個被聖年充滿 個個都充滿喜樂 個個都充滿愛心 我相信 帶領人信主是更多果效的 這個都是我們盼望的 就不只是靠言語 是有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一起 這樣的時候 就會結出果子 這些一切為耶華流明 作為永遠的證據 就是說 我們將來所有的果效 我們的生命 就會作為神的證據 看到神的美善 神的工作的完美 神的道路多美好 他怎樣改變人 於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說 我們是榮耀神的 我們所做的是 榮耀神是改變人的生命的 是歡喜快樂的 是有果效的 所以這幾節經文 都希望大家常常放在心中 就是說 我們現在走著天路 我聽了神說 我走著天路 神一定會成就祂的事 我為神做一定有果效 一定是神歡喜的 神一定賞志 我今生得百倍 來生得永生 那我們就歡喜快樂了 好了 跟著 我們就會講講 講到經文 待會每分組的時候 大家可以討論應用的 就是 每一個經文 我們首先明白的經文 第二 就是神的屬性 和恩典 看到神的什麼本性 和祂的恩典 祂的本性的美好 譬如 鄭先生的經文 它有什麼本性呢 就是祂那種超越性 祂的能力的超越性 祂的話語都帶著能力 祂一定會成就到 神所喜悅的事 神喜悅的事 都一定是美好的 神是不會失敗的 神是不會失敗的 所以走在神路上的人 的人是會 越來越少失敗 失敗不代表 你帶人信耶穌 但祂不肯信 不代表這樣 而是說 我們做不到神 想我們做的事 就是失敗 而基督徒是可以成功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必然亨通的 而我們可以歡歡喜 和結出果子出來的 這些都是神的本性 祂是必然結出果子 祂是有能力 祂是改變我們的生命的 還有應用 為什麼應用 下面我們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呼音聖查經的討論問題 這個經文 和普通人有什麼關係呢 普通人有什麼關係呢 很多人就說 唉 我的命整定是壞的 我的命很苦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 唉 條路很慘 因為他覺得條路很慘 人能夠掌管自己 能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呢 你的條路呢 能不能掌管 我們和人在談的時候 可以這樣 比如說很慘很慘 如果大家有印象 記得了 這個以賽書55章 我們有時可以記一下經節 在哪裏發現的呢 55章 第八節開始就講到這段經文 有時你不記得 你可以在網上找的 語說可以找到 我的口出的話 口出的話 口出的話 或者神喜悅的 這些字眼 或者道路 意念 大家可以找回這個經文 但如果大家記得 以賽書55章 那你就容易記得了 然後呢 就是 當人說他的命很苦 那我們就可以跟他 不如看一個經文好不好 這裡講到神的路很高 神真的有條好好的路 你能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呢 人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很多後果 譬如說 有些人結婚想好 怎知道又吵架 又離婚 很多問題產生 或者他的事物失敗 被人踩到的魚 或者他健康的問題 人真的不能掌管 神的意念和道路 和人的意念和道路 有什麼分別呢 神能不能掌管我們的道路 神有能力祝福我們的道路嗎 就是說 神 當然那個人 他說我都不信有神 那我們就給他看了 你看一些基督徒的生命 他們怎樣起落平安 首先我們自己有起落平安 那麼他就看到 所以耶穌整個人都不同了 神真的為你預備了一條好的路 以前呢 有些人是賭錢的 家裡吵架的 他是不開心的 但是呢 現在整個人的生命都改變了 你看到 神真的改變我們的道路 那麼呢 神能夠掌管 你想不想有這條 這麼好的道路呢 神能夠祝福我們呢 第三呢 就是神的話 這些問題全部都傳在 你那個 墳組那裡已經 神的話呢 必然成就 神參演去做的事 你想你生命中有什麼成就呢 有些人說 我想賺大錢 這個神未必想我們 是這件事的 但是神不會足夠給我們 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神會給足夠我們 我們 我們聽從神的話 愛神的話呢 我們不會表黑衣的 愛神的人呢 神是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那麼呢 你想你的生命成了什麼 我想能有意義 對人有祝福有幫助 神能夠使用你的生命 無論你多卑微都好 神能夠祝福你的生命的 那麼第十二十三節 講到大山小山田野樹木都拍掌歌唱 那是代表什麼呢 跟從神的道路 會不會充滿喜樂呢 那你看一下 譬如你自己都有喜樂 你說你看看我的生命 是不是有喜樂 你看看我和以前 是否開心很多呢 是否整個人都平安 喜樂 興省呢 我們由這些去和他討論 那你想想聽一下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 如何充滿奇妙的安排和喜樂呢 那你自己 如果你有奇妙的喜樂和安排 你就可以告訴他 那你想要進入神喜樂的道路呢 你怎樣可以進入神喜樂的道路呢 那我們就跟著就會帶出福音了 其實呢 講到福音 我們之前有講過的 譬如耶穌基督怎樣為我們死 我們網上也有影片 那我們這些其實是福音御公 講到福音呢 我們就需要和他解釋救恩了 譬如《仰漢福音》三、三、四、六節 和耶穌為我們釘死 這些經文 那你和他說 神為你成就有救恩 但是因為人有罪 我們和神是隔開了的 你悔改 神很歡喜的 你信誘耶穌 神就赦免你的罪 因為耶穌已經付出你罪的代價 你悔改就可以得到這個救恩 你跟著神 你的路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入神的計劃 那就是說我們那個內容 主要是幫人看到人的路是很多問題 譬如有些人 他計劃好很多東西 最後譬如他婚姻破裂 或者他健康有問題 或者被人炒魷魚 各樣的問題可以發生 他結果是成就不了的 那你想不想神幫你 你有沒有看到我生命裡面 充滿這些的恩典呢 好了 另外一點就是建立靈命 譬如基督徒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經文去幫他 基督徒會不會做錯決定呢 做錯決定有什麼後果呢 基督徒都會走錯路的 因為不是一個基督徒 走在神的完美計劃的 很多基督徒走在人的計劃 所以他的路很低的 他只是顧著 只是顧著結婚生子 賺錢 只是想著他自己有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他會做錯決定 他就未必會開心快樂的 然後第二 神會用什麼方法 令他的意念和道路成就 神的話 是怎樣成就神所起遇的呢 一個基督徒 神怎樣將他的意念和計劃 放入他的生命呢 神怎樣做到這件事呢 神的方法就是怎樣 用聖靈 聖靈帶領我們 神的話語帶領我們 神的感動帶領我們 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就越來越平安 越來越喜樂 有力量 那我們就可以祝福人了 我們越祝福人 越聽神的話 我們的道路就越來越高了 越來越影響到更多人 生命是豐盛的 第三 神的道路 怎樣支援人的道路 跟從神的道路 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因為神有智慧 有能力 有供應 他有一切的資源 一切的恩賜 一切的機會 全部都可以給我們 因為聖經講到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喜不也飽 賣物和他同 伯伯的資格 所以 愛他的人 神會將賣物給我們 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神會 賜各樣的恩典給我們的 那 他怎樣成就呢 就是透過聖靈 和為我們安排道路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群體 大家都愛神 大家都服侍神 大家都祝福人 你會發現這條路越來越闊 和你越來越幫到人 我想訓練更多人 懂得和人 為人討告 為人輔導 為人做醫治釋放 教導 幫助他靈命更生 這樣呢 我們個個成為基督精兵 我們成為基督精兵 就帶領更多人了 這就是神可以用的方法了 跟著第三 最後那裏看 跟從神的道路 帶來什麼後果呢 就是整個生命會發揮出來 第四 神的路 道路 像天高過我們的道路 神的道路 怎樣高了 怎樣高法呢 他就高就是因為他 神有安排 神預知一切 神有一切的資源 神有一切的智慧 神的聖靈 能夠改變任何光硬的人 那就是神有一切的資源 能夠幫到我們的 好 第五個問題 就是十二十三節 講的大山小山 田野 樹木 代表什麼呢 跟從神的人道路 會有什麼 怎樣的喜樂呢 就是我們整條路都會開心 當我們 不注目在困難 不注目在神的恩典 我們就會發覺整條路都開心 快活 得力 我們看到人改變 我們又歡喜快樂 Hallelujah 我生命改變了 我又幫到人 真是開心得不得了 Hallelujah 整個道路都是喜樂的 還有有果效的 好像前面一位姐妹 她現在很努力幫人 她幫人真是很大的改變 就是由她本來生命很多問題 變成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神將她放在這個道路 有喜樂有資源的 好了 這就是神 這個經文和其他經文 講神的道路 怎樣高超 和我們怎樣進入神的道路 即是高超程度就是 聖經其他經文又講到 我們有其他經文的 簡單跳一跳過 就是神已經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神已經為我預備 個個都預備了 即是她有一切的資源給我們 她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即是很多經文都講到 神為我預備好東西 這條路是好的 即是這個經文可以帶出其他經文 當大家熟悉的時候 就是神已經一早寫在策上了 這幾個經文可能大家都經常聽到我說 神愛他的人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了 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這一切都給你了 卻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聽神的道而遵守有福 以耶和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所以聽神的話的人 就越來越高了 即是怎樣高超 聖經有其他經文講到我們得福呢 而且因為他專心愛我 詩編教了一篇 我就要答救他 我要將他安置在高處 我要應允他 在急難中語的同在 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貴 那些人就變為尊貴了 所以聽神話的人 愛神的人 他整個生命都尊貴的 我們今天的經文 即是可以用來幫非基督徒 也可以幫基督徒 那待會我們分組 大家可以 首先有個時間 那個分組 今天有點不同 我們有指定的組長和組員 我們嘗試一下一個指定的組員 不是報數 然後在這個分組的時間 大家可以選擇 你說我想幫基督徒 那你就選 這個經文怎樣幫基督徒 你說我想幫非基督徒 帶他信耶穌 你就用這個經文幫人去信耶穌 大家明白不明白的意思 你呼吸性就是說 人覺得這條路很慘 很黑 很慘 沒有出路 我條命很苦 這樣的時候 到底神可以怎樣幫助他呢 神的路 怎樣高過人的路 神可以他的話語有能力 幫他進入這個奇妙計劃呢 你的道路可以變成怎樣的道路呢 一個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很多時候生命有很多問題 家庭有問題 經濟有問題 人際關係有問題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拆毀了 我們怎樣可以逐步重建 去幫助他 好了第一步就是 你悔改信耶穌 耶穌就開始改變你 你聽神的話 逐步整個生命提升了 好了基督徒 基督徒都很多有問題的 我們怎樣幫助他 處理他的生命 讓他進入神這個完美計劃 這樣一步一步提升他的生命 OK 有沒有問題 我們有一個一起的祈禱 一起站起來 親愛天父 我多謝你 因為你為我們預備一個 一條路 是好像天高地那麼高的路 這條路是極度完美 你一定會供應我們 你賜給我們 需要的恩賜 能力 聖靈的同在 神你的安慰 神你的能力 神你的智慧 一切的資源 都會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呢 不需要擔心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勒和他同白白的 刺給我們嗎 神你會將一切的資源 賜給我們 求你幫助我們 深信你的大恩大愛 我們就深信 行你的路最好的 我們遵從神 愛神 侍奉神 是必然最好的 我們願意跟從你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能夠 進入一個高層次的生命 並且我們的道路 是充滿喜樂的 我們就會歡呼拍掌 並且我們的道路 是充滿喜樂 和充滿果子的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眾贊歸給你 神你真好 你的道路真好 你的道路必然坑通 必然成就你的計劃的 多謝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祈禱奉主 祈禱奉主 幫助大家 進入神的路 這是最好的 最好的 祈禱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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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奉主